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瞬間看獨贏的環節 在這個環節中,我們會用堅仔賽馬 App 將曾經贏過和贏過同情的馬匹篩篩選出來給大家參考 有時冷卻就不要漏掉它,賽日漢有時轉程或精準快車真的會 win 十多倍 所以選擇這些是很重要的,大家不要忘記 還未說之前,還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這個位置右下角見到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粒死星龍珠 按下去就可以訂閱,開啟鐘仔有新影片才可以告訴你 下載完堅仔賽馬 App之後,也可以訂閱我的IG 賽日按我的頭像,都會見到深水提供給大家 這次當然我都會選零禮,所以當位挺好的 贏過同情給他一個紅心 飛將就更新,跑得很厲害,輸給天能拔一小少 用眼光這隻馬就贏過同情 現在這麼老可以嗎?欺死像老馬谷圓 另外獎金大少,另外在新馬賽事贏過 但是是否真的可以呢?跑四班看過一次 喜盡之聲,這個賽程贏過四次 不要漏了這些冷門 然後還有王者風火,都是處女馬來的 跟欣錦一樣,欣錦初出要看看怎樣 人和嘉誠七歲了 還未轉倉,經常都三四班升降機 現在升不到上去,贏不懂贏 但贏過這個路程兩次,沒有理由飛去 看看潘頓可以幫到多少 這隻馬就差點贏,有輸給有紅利不算太差 前鋒贏過的,減夠分,石哥拼了沒有?看看 何祭堯不拼,找其他都可以 贏過同情前鋒,難得有一個一檔 這些就不要漏了 會否師兄底Q呢?真是不知道 八歲十一檔,沒人選過 不過真的贏過同情三次,要給他一個紅心 極速之聲這隻馬就贏過,不過不是同情 這個大家都要留意,同情贏過的馬這場有六匹 贏過的馬,連兩隻極速之聲和獎金大小就有八匹 當然,極速之聲都是很難贏的 所以那六隻,你都起碼要兼顧 始終都叫做贏過同情 好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瞬間浪獨贏 明天還有這個馬微早晨,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另外,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還未訂閱,右下角按下訂閱鍵 我們明天再見,拜拜 我們請聽不 smok的 記得訂閱這個umbai放 Heart 到 Number One 我們請聽不信 做ogan哲學 做 Kah進的一頓 doctrinal 我都會聽不懂 我們請聽不懂 然後,首次會 我們請聽不清 三頓 十一頓 我們要過 我們就聽不懂 一頓 男生 感谢观看